歡迎大家收看11點47分的節目 現在恆生指數跌197 跌近200點 留意今早勢頭還是比較黏 可能其中一個因素是關注貿易戰 今早上陣指數仍可升 現在暫時低走一點 上陣指數要跌3點中午 低位恆生指數曾落過26648、26648 距離現在已90點左右 即是曾一度跌過280附近 現在暫時跌203.26732 成交方面都是低一點 400億不夠 再多給12分鐘 應該都是剛剛400 市場投入情緒未曾回來 整體來說可以說藍籌沒有支持 打電話過來 電話號碼是31083399 31083399 可以和大家稍後談談電話 談談股份 先看看20大成交額榜上 吉利的跌幅進一步擴大 去到6.2%,13.8% 這浪認真的反彈非常之弱 市本身反彈之弱 吉利的汽車股份反彈更加之弱 目前吉利差得怎樣呢 他已經調起很多股份都還要差 因為他連 不要說八月份的低位 連上個星期的低位都要穿 沒有得好有任何防守的意思 今天升得比較好一點 有一隻 叫做海螺水泥 暫時升到2.7% 看看海螺水泥方面 暫時在政策確認消息上 下面就還未有 股份升到2.7% 不過在圖表上 我想有貨的朋友 照給他多一點來勝 因為他剛剛欺負到好處 在41.3.5%附近的位置 做回商底 當然 後市41.3.5%再失就再走人了 不失的話 可以多提一會 這個是海螺水泥的部署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股份 叫做升得多或跌得多 順雨跌2.9% 又再跌穿了90元的水平 落到88.25元 始終是弱的 今天上榜有四一二 叫做山東高速金融 為何會無緣無故上榜呢 成交很大 2.37億成交 他本身市值是67.24億左右 連日來 市場在八月中的時候 都見到管理層方面 做一些股份回購的情況 今天 比起當時八月六十七 那時的股份回購的成交 現在是環繞多 現在環繞多的 亦都這樣說 以今天的半日成交 到現在 到現在 十一點五十分 多過那時八月中 在低位 有回購去支持的時候 當日的 所謂大手買入 做回購的成交 是現在的起碼 五十八分之一也有無 現在幾乎半日 已經超過了 當時的八倍 那麼多成交 至於什麼原因呢 我想有待驗證 因為始終 四一二 現在叫做中國山東高速金融 可能你都會考慮一下 究竟這間公司 其實是 什麼叫做高速金融 但是當大家 如果真的叫做 再跌前一點 在17年 就是上年年中的時候 這間公司 都本身 還是叫做中國新金融的 然後呢 在2015年 9月的時候 這間公司叫做 漢基控股的 漢基控股的 然後呢 再跌前一點 都是叫漢基 你想一下 兩年三年 換兩個名字 三個名字 究竟這間公司 是不是什麼正路的股份 給大家 值得去留意呢 相當之相確 所以就 不是跟大家的推介 只是描述一下 它今天 成交上面 和股價上面的一個波動 好了 除了之外 還有一隻有得升的 就是平保 平保 也不是沒有消息的 平保 也做了一些動作 動作 和過往 不意外 為甚麼呢 它原來又再進一步 繼續增持 回到東行 港交所的最新消息披露 工商銀行 H股 9月13日 平安人壽 增持13萬股 買入價5.46元附近 現在1398元 5.38元 暫時要先坐艇 不過走勢方面 我想大落就不會了 不過陰著陰著 都有可能影響到股價表現 要大家給予一些耐性 工行始終都是攬籌 都是中資的內銀股份 同時互相拖累 好了 又再宣傳一下我們的電話號碼 3108-3399 3108-3399 記住打電話過來 將你們的問題 連同電話號碼 人名留下 稍後我們12時就會解答大家的問題 好了 繼續去看 現在情況 看到Youtube上有朋友問 1號 他說90.2買的 好不好吃股還是反彈呢 如果看看股價方面 最近是因為整體市場沒有什麼行程 資金唯有追加一些未跌過的悶股 起碼是穩定的 股份現在橫行 還是很貼近 在過去半月以來的高位 可以暫斜 先保持 另外還有有人問我 大市會不會跌到24,000 我也是那句 我不猜的 亦都這樣說24,000 其實我們都跌了三千多四千點 再跌多3千點去到24,000 其實就不是很艱難的事 好了177算不算有支持 那支持在哪裏呢 我真的不太知道怎麼看 390了 叫做中鐵 中鐵呢 看看你問什麼 390中鐵 9元買入可以多少 股份方面都一直震盪上升 雖然在9元買入就不是這個時期 可能在大時代2015年 但我會說OK 沒問題 保持著 看看能不能回到家鄉 它就比較抗時跌的 860、80元有貨 直到今天為止 我都覺得保持 沒問題 不過不要隨便加 整體的大小方面 就看看不會脫漏到哪裏 譬如看看 現在9.06 過往要看月線圖 剛剛卡住在那些20月線 9.14的位置 給予多一點點耐性空間 和時間 另外 就回答這題 平保 2318可不可以保持 2318可不可以保持 因為始終都 怎麼說呢 2318 那就 低位已經見過了 差點 75的企韻會再好一點點 823繼續持有 不用說 這些不問的 1313 看到海螺水泥升 這隻可不可以升 這隻困在幾條軍線那裏 這隻難度會較為高一點點 因為始終現在 只是一天貨幣 很多股份都是一天貨幣 華潤水泥現在暫時升上3.4個百分點 不是 瘋了 華潤水泥 我整天輕機 3.2個百分點 都是困在這條20天線 暫時先不要理它 現在再看看 將近兩分鐘左右收視 而成交方面仍然是很暗 好了 看完會有成交股份 全部都基本上都是紅色的 那個412不用看了 好了 記住打電話來 31083399 去廣告 廣告之後再聽大家的電話 解答其他問題 好 回來了 目前現在 看多虐幕 30至40秒左右 恆生指數就完成了半日試 不過似乎今天上午 真的不太配合 在A股由一度高走變成倒插 不是插得多的 上陣指數跌3點2649點 距離26300只差11點 大家留意住 好了 現在恆生指數終於跌定了 進入五優時段 210 恆至剛剛齊頭跌200點26732 聽個電話先 電話旁邊有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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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說吧 關於這個七零零 我由270多 400多 250元都有過的 是 之前323元隱重 我跟2個帳戶 我跟2個帳戶 323元都放了部份 是 今天聽你的報告 就說 可能會去到285元左右 那我申請教一下 是否到300元 今次的市場跌到35元 是否應該再減遲 又怎樣成功呢 目前基本因素 我想每天都說 因為長渣 我可以不過就 如果是這樣跌法 好像安全規又好像不太好 我就是跟你說 基本因素方面 我想大家都明白 現在手遊方面的監管 就越來越穿越緊 其實現在不會重新開展一個升浪 包括本身大市因素不配合 以及股份方面暫時不配合 所以我會說 看看你的短產長渣 如果你覺得 其實倉侯還可以有減時空間的話 你又再看三百二十元的水平 三百二十元持續地都是失的話 向下就是285元 向上的話就三百二十元 那我沒來等到285元 現在要考慮了 現在要考慮了 是不是 逐步逐步 如果轉差的話 都是要減遲的 變回好市的時候 才會再加回 但是它是不需要減光的 就是最減一部分 減不減光呢 真是自己決定 我會告訴你 它的增長其實還在 不過只是單純在微信社交平台上 手遊方面 真的斷了 中央的政策 政策又影響 斷了一邊手 所以整件事會慢一點下來 遇上紅市一定是差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對中國 應該長遠的打壓多 市場應該向淡多 為什麽你今早說 還會有反彈市呢 為什麽情況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為什麽會有反彈呢 目前現在的看法 就是看看究竟 譬如恆生指數方面 較早之前 有個裂口的一道就走上來 目前現在就看看 大家都見到 就是從一路低位的時候 現在反彈了連續四天 這四天整體都是徘徊在 反彈是因為iPhone出 都會反彈 iPhone出為什麽會影響到恆子呢 又不會 iPhone出對於恆子的 iPhone出那天 3、5日升到5、5、7、7、9、4、6、6 就算是信譽和瑞星 對於恆子的影響幅度都有限 始終都是騰訊最多 我會說iPhone會是其中一個因素 影響了某幾隻股份 但是當日的反彈 應該要說回最大的原因 就是市場憧憬 中美有機會再次談判 反彈了800點 目前繼續在268的位置做一個平台 所以我會說 現在不可以完全反彈結束 因為暫時還是站在這個平台上 如果低於268就可能不會 268的話就保裂口 今早曾經說過 就去到大桌264左右的位置 當然目前現在的水平 指數有指數看 過股有過股看 你就真的要看少許過股的走勢 剛才我問的七年齡 如果是320元以下 應該就考慮 320元以下都不算安全 走張便宜一點 你自己決定了 320元以下不算安全 我知道 可能會去到200多 沒錯 還有一個溫馨的提示 師傅你回答問題 有些商事好像問你 例如8號仔 2號仔 或者3號仔 哪個好呢 你不要說哪個都好 你應該每一天都分析哪個低位入 公用股呢 8號就不好的了 不是 823 不好意思 好像我舉例 我那次聽你入了 我入了823 我78元入了 我喝工 現在要74多人錢 我出了4-5元 6千股 6-4 我應該不見2萬多元 你最好搭的時候 比一個低位的粉絲 讓人家有參考一下 你呢 我想你錯判了股份的性質 你如果是從 譬如 我當你78元入 我當你 我78元入了 真的入了 我當你在9月初的時候入 目前一半個月 你就去衡量 823是差過2號 或者3號 的話 我想你 你不明白 823是長渣的定義 不是 我也是長渣的 如果我現在試過這麼悶 都沒有什麼好買 就買定在那裡 我打算買多一點點 實際上 823在75元的水平 做了一個平台 我也不覺得 現時有一個轉差的跡象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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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答問題那裡 能夠給了個 較低位給粉絲考慮 就會好一點點 我譬如說 我告訴你75元 你就自己留意 是的 好 不好意思 再提議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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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然後呢 順便說 2號和3號仔 這兩天的走勢如何 2號也是高位的震盪 你也可以跟我說 我97元入了 現在回了兩折 情況就是 這些股份 一定要看到長線 你是說長遠 跑贏的市 叫做抗跌 3號也是 3號也不會不跌 但是你看到 在15.5的水平 就橫行做了一個 挺好的 一個叫做 承托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是的 我到現在也是 2號3號823號 就是一樣 那麼好 自己留意一下 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還有 有沒有這樣的決心 耐性 長渣這些股份 這些股份 不移短炒 只移長渣 好了 繼續看你們YouTube上面的問題 有些問到 水泥股升 除了一隻叫做914 今早講過是升的話 1313 懷潤水泥 都有一些叫做幅度 我會說 1313 什麼時候入 始終現在還是受制著那幾條線 所以我會說 普通 不會這麼快 走進 好啊 聽電話 鍾小姐 親華的師傅我來了 你好啊 早晨 怎樣啊 早晨 師傅我想問 175 這個水位還有沒有可以潑嗎 還有沒有可以 還有沒有可以 還有沒有可以潑下去 潑下去 又是酸底了 因為 所以 所以我會說 無需要怎麼猜 酸底就是潑的 還有水位的 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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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 現在呢 如果比較起 先看 我先開圖 先 馬上幾個位置 現在穿了八月份的低位 八月份的低位 當時是十五個 十四個六號八 那這些位置 十四個六號八 跟手呢 還有十三個八號八 現在呢 穿雨不穿之間 現在暫時十三個八 我會說 怎樣都是弱 怎樣都是弱 那變了 沒有的 水位一定有 因為反正都還是熊市 而且股份 你會見到的 就一隻距 一隻平保 你已經明白 那些稍微弱之中 叫做稍微强勢的平保 是低位 一成有多的 而我的吉利 是 實情是在破底的 所以你問我 譬如 好幾隻藍醜去選 甚至乎 平保吉利 二選一選一吉利 繼續 叫做 沒有吉利 叫做 落井下石 踩多腳 這樣就 潑得沒有那麼辛苦 那當然 有沒有水位 我會說 照做 只不過就是 沒有說你設好 止蝕價 就OK 我會說 不希望股份到頭 譬如 連八月份 這些低位都守好 到時就可能要止蝕淡倉 師傅 今天 像國家隊 有出口術 例如 怎樣呢 例如 例如 說 有個人走出來說話 就是說 怎麼說 維穩 維穩 來到這些位置 二六三八的位置 附近又維穩 但是 老實 又是一句 不通信 是呀 他說 在最壞的過程 已經作好 最好的部署 最好的部署是怎樣 真的沒有部署 真的沒有部署 我以為 一句說話說 但是 最壞的環境 做好最好的部署 就是買好棺材山地 他有做事的 我想 今天最厲害的人民 是6.89 現在6.86 厲害了 是啊 我剛剛也看到 是啊 臨美市厲害了 還要 人仔方面 暫時離岸 那一下就 是啊 沒錯 大概 在這些位置 爺爺不出聲 或者爺爺要維穩 要做事 應該 市 其實今天不止跌這麼少 如果不是上政撐著 是啊 沒錯 他在11點的時候 人仔是 6.87 強了 強了一下 然後又來了這些位置 是啊 今天最主要想 佔你 我在這些位置不敢 我打算等他 爺爺維穩 等他上14元1號2號 買定些 放在那裡儲一下 哈哈 即是儲佔嗎 儲的 不要買多 是 不知道爺爺開哪一份 是啊 是啊 現在最壞的消息 暫時就出了 如果再壞的 就是爺爺 現在 反不反駁他 現在你是怕這些 但是爺爺 現在選擇去維穩股市 去把那些人民幣的匯率 這樣控制下來 今天市場真是跌極有限 我看的 暫時來說 我覺得恒指都算是 押回這些267268 其實就真的有限 也看到A股方面 暫時跌幅不多 不過都是暫時 不知道下午會怎樣 是啊 而且 說真的 我真的不明白阿爺 在這樣的市場中 他還出那麼多 明知在下跌 他還出那麼多 他什麼板塊都調控的 什麼板塊都調控的 教育 手遊 醫藥 講得出 你真是都糟糕 你打殘了那麼多 現在才打算去救 很難救 你昨天又打700 是不是 你不懂 放開手 放開手 給我們手遊 放鬆一下 等700 抬上去 升一點也好 老實 阿爺都真是死驚自己不死 我經常都覺得 不知道 又不知道現在為什麼 又要出手 又要維穩 都已經賭寫了 還要再搞 即是捉蟲入自己 以下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他想什麼 但是人家真是進攻得很厲害 其實我真的覺得 阿爺應該不理他 但是又不行 師傅我還是有貨還沒走 不要不理他 哈哈哈哈 真是奸些 做法 而且最近我有炒開鋼鐵 3、4、7、5、8天 那次急炒低位炒上來 我聽到今天水泥股 即是資源股 好像又炒了消息 所以升水泥和共鐵 所以升水泥和共鐵 那現在師傅應該 我又不會短期拼這些 應該先拼你 我不會拼 還是 你先夾去吃 還是 你現在拿著嗎 拿著 我拿著 5、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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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還有3、4、7我都有 6元附近會不會有左 遲早你上到去 你想想 那條十天線都急急腳下來了 你都 彈都彈得不多 六個一毫半又十天線 是啊 那我打算 六元至六個一都差不多 如果比著我 那當然啦 都是那句 陰燭先走 今天 連續兩日陽燭 就由它彈 是啊 我已經 因為一枝大陰燭 跌到下來 那個位置我就買了 那一下又是糟糕的 這麼大枝棍 現在所以有時間去吃 一日吃 一日爬一點 一日爬一點 如果它一陣間 真是 市倒升的話 那它就走 是啊 是啊 我也想 其實今天市 剛才也試過收窄到 雙位數跌幅的 不肯下 所以175 它一定跟市上回去 是 如果它們人民幣 不斷縮一點 那我就有運行 嗯 看看 我的愛股 師傅 六零九百 怎麼看 橫行 剛剛有人問過 那時候我都特意再開過 來看 你又想要 六零九百 好像進去 什麼什麼 又想要玩 然後開始升 反彈上來 其實這東西 挺穩固的 老實說 在這浪裡面 恆指這麼貴 波濤洶湧 它都還可以 搜到一些 大概十二元的底位 是 剛剛宣佈了入什麼 廣股通 還是什麼 深股通 然後十隻 推進去 它就開始慢慢慢慢慢慢 升上來了 是 我看著區間 十二元鐵底 然後上方十三個半 玩一下玩一下 我是你的 很害怕 很害怕 就是因為它沒有洗過 這個板塊 不是 其他三三的底位 老實 是你這隻 這麼幸運 你不是說這個板塊 沒有洗過 人家洗到哭 洗到 你看這些1778 坐在生活 你看你的橫行 它那隻 下了地獄 是 這隻不知做什麼 不動它 不知 但你如果這隻一動 就很糟糕 碧桂園有什麼 壞事 一消息出來 它就不用下去 所以 都是 所以都是 靜觀其變 是 還有 你玩區鑑 玩區鑑 我知道你很多時候 都短炒 吃到的 就算一個不小心 坐了村十二 你自己小心 是 薑一枝大陰燭 一下子插下來 就不能走 是啊 到時不捨得走 那時不就是 沙哩喇喇喇喇 坐在那裡 沒錯 OK 師傅你吃蛋 加油 今天都沒有什麼特別 你都OK 你都看到 鋼鐵股 現在開三隻都升 其實遇到 沒有什麼其他東西要關注 鋼鐵是大陰燭 洗下來 然後說沒事 那個消息是吹出來 是沒事 然後那時才開始買上去 現在就贏了 是啊 那是這樣 他也沒有即日彈 要你有少少 耐性 鋼鐵股 鋼鐵股 現在才開始有些起飾 他每天幾毫子幾毫子 慢慢爬升升升升升 這樣慢慢爬上來 好啊 OK啊 就這樣 好啊 加油師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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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現在恆生指數跌兩百 下午三點四十五分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